这次课呢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怎么样自定义实现的内加载器 前面呢我们已经把这些 内加载器的一些这个 分类啊层次结构啊 以及它的一个加载的模式啊 都给大家讲过了 那么今天呢这次课呢 咱们花点时间 实现一下怎么样来实现一个 自定义的内加载器 那么如果你是 自定义内加载器的话 首先第一物就要继承谁呢 我们这个加了点LAN点什么 克拉斯多德 作为它的一个子类 然后呢我们再去 内加载器里边 我们去比如说加载指定那个逻辑的时候呢 加载某个类的时候呢 首先你要看这个类 是不是已经被装载了 如果已经被装载 则将已经装载好的呢 直接返回 如果没有装载这个类 则干嘛 交给它的负类 听懂了没有 如果负类可以完成 可以装载这个类 则返回这个装载完成的克拉斯实例 如果负类也装载不了 干嘛 再由本类干嘛进行加载 对吧 你可以把这个本类的获得相应的字节码 对不对 然后进行转化 听懂我意思没有 那么接下来呢 来咱们呢 不管三七二十一做一个 我在这呢 先给大家写一个什么呢 写一个 所谓的文件系统的一个克拉斯多德 这也是自己实现 相对比较容易理解的 叫File 就叫文件System吧 FileSystem 然后呢 克拉斯 是吧 load 首先第一步 大家需要 我们需要继承这个什么 克拉斯loader 好 继承完了之后 我们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这个呢 通过这个加载器呢 通过这个文件系统加载器呢 我们希望可以你给我传进了一个 指定的目录 目录下面的克拉斯文件 然后呢 把这个克拉斯文件呢 可以顺利的加载 那么你比如说你传进了一个目录 对吧 D盘下面的麦家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传了一个什么 传了一个 com.bego.sxt.test.user 这样一个类 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意思是我 你给我传了这个类 我干嘛呢 我在这个路径下面找 对应的什么文件 com.bego.sxt.test.user.class 也就是这个意思 就你给我传一个 你给我传一个这样的一个类的名字 对吧 然后呢 我在这个目录下面 找相关的克拉斯文件 找到之后呢 通过IO流 把这个文件内容干嘛 加载到我的内存里面 然后呢 我们前面给大家讲 内加载系数给大家讲过 进来以后呢 我们以内文件的那个内容呢 可以什么 以这个字节 那个这个字节数字形式来存在 然后呢 再调用我们class loader里面 相关的方法 对吧 进行加载 在这儿呢 我们首先定义一个什么 定义一个root 就是根目录 就指定的一个目录 就类似于我们这儿这个目录一样 地盘myjava 这就是我们的根目录 以后呢 加载类的时候呢 都在这个里边进行进行加载 然后呢 构建议构造器 filesystemloader 就要你去new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干嘛 传进来 把它放大 然后这个里边呢 我们要去重写一个方法 重写我们复利的一个方法 叫什么方法呢 叫findclass 就是说在这里边呢 我们要重写它的一个方法 首先第一步 首先第一步呢 假设你给我传了一个类名进来 比如一个string name 就是他 你给我传了他进来 那么首先呢 我要干嘛呢 我要调用我们 叫findloadedclass 就是调用我们class loader里面 一个方法 就是查找已加载的类 看有没有被已加载 这个大家这儿的这个 这个范形呢 类型不确定 你可以不写 可以不写 好了 完了之后呢 如果c 为空 对吧 如果为空的话 那么说明是不是他没有加载到 如果不为空呢 就说明 说明是不是已经加载过这个类了 那我就把已经加载过的干嘛 直接返回 听懂了没有 所以在这儿呢 我们要查询一下 如果应该要先查询有没有加载过这个类 如果已经加载则直接什么返回 加载好的类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 做干嘛 加载新的类 好了 这是如果有的情况 接下来是什么 如果没有的情况 假设没有被加载 对不对 没有怎么办 在这儿呢 我们还要干嘛 再 要他的负类去加载 我们知道 我们制定这个类的他的负类是谁啊 他的负类应该是APP class APP class loader 就是我们的系统加载器 对不对 所以我在这儿呢 来获得了什么 get parent 哎 写错了 就是我们的负类加载器啊 loader 叫 class loader 就叫parent 就是我们获得了我们的这个 相当于就是我们的APP app class loader 获得了他之后呢 来 parent 点什么 load class 让他去加载 听过去怎么样 相当于这儿就是我们的Peg 然后呢 在这儿又判断 c不等于空 我们看一看 我们看一看 如果他已经获得这个nial了 那么如果 获得的话 那我就干嘛 他就老套路 然后返回c 对不对 else 如果还没有获取呢 那我要干什么呢 我就要干嘛 想办法 对吧 读取 啊 读取指定的这个 这个路径 下面的这个文件 然后呢 转化成一个字节数组 什么意思呢 来我们看一下 byte class 对 咱们定义这样的一个变量啊 一会呢 呃 咱们写个方法 就是说你把这个name传进去 把我们的内面传进去呢 我希望通过这个方法调完之后呢 返回一个字节数组 有了这个字节数组之后呢 我在干什么 做个判断 啊 class data 等于空 等于空怎么跌 就是意思是 没加载到对吧 throw什么 手动抛出一个class not find accepts 听懂了没有 如果找着的话 我们就直接define class 听懂了没有 define class 内class呢 指定这个名字 然后呢 我们直接数组就是 这个class data 然后 从这个数组里边 所有的数据全部搞进来 不好意思 好了 有了它之后 来我们看看 经过这样的处理之后呢 我们这个c呢 就干嘛 就定义好了 通过这个define class定义好了 那么在这呢 我还需要定义一个方法 叫get class data 就是通过它呢 我们可以把一个类传进去 然后呢 返回一个什么呢 返回一个字节数组 那我在这呢 来 咱们写个方法 这个方法 如果你不需要外部去调导 你可以把它私有化 byte get class data 然后 stream 就class name 然后呢 你在这呢 传一个class name进来 我们最后呢 返回一个直接数组 那说白了就是一些IO6操作了 对不对 一些IO6操作 首先呢 你给我在这传进来的是一个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路径 对吧 然后呢 我要把你变为什么 变为这样的 我要找到这样的路径 所以在这呢 我们需要做一些变化 对不对 需要做一些变化 首先这个class name呢 咱们把这个 这个不就是我们的那个 相当于这定义的这个rootDR吗 对不对 相当于咱们在这定义一个pass 等于root什么DR 加什么呢 加一杠吧 好不好 加一杠 加这个目录 后面再加 把这些comm呢 用什么 把这些点 用我们的杠来取代吗 听懂了没有 所以这个class name 叫replace 他这个stream 不好意思 就是上次课给大家定义的这个 这个java的landstream 还在这呢 这个没用了 主事点啊 要不然会对我们的编译器有影响 class name点什么 来我们把这修改一下 刚刚之前定义的这个string现在起了副作用了 我们把它删了吧 删掉 删掉 重新编译一次啊 嗯 这还不好意思 这还没有返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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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看一看啊 这是class name点这个 replace replace replace什么呢 这个点 变为什么 杠 对吧 然后呢 pig后面再加一个什么 点class 这样就拼出了我们这样的词无串 看懂了没有 这是我们的这个pass 啊 有了他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干嘛呢 有了这个pass 我们就要 构建一个通过流嘛 通过流操作 啊 你怎么样把一个文件内容 转成这些数据啊 通过流 当然你也可以去下载这个 这个 IoUtels 就是apache comments里面的那个Io流操作 对吧 他可以他里面好像有方法可以把流的数据呢 转成这些数据 如果目前呢 我们就去 注意一下吧 可以使用 他 将流 中的 数据 转成什么 字节数字 呃 现在没有这样的工具的话 我们就自己手写吧 好吧 自己手写啊 input stream 对吧 is 对不对 然后new new file input 什么 stream 在这呢 把这个pass传进去 那就我呢 就会根据这个流呢 就会找这个路径 对不对 把它找到 好 然后在这呢 咱们就 既然要写的话写的规范点 好 嗯 嗯 咱们看一看啊 把这个 顺便咱们放外面 放那个外面去啊 好了 这是一个文件流 然后呢 我再顺便一个 呃 字节输出流吧 用来输出一个字节 数组 BIOS 啊 这就直接new出来算了 好了 声明完之后呢 来我们接下来干嘛呢 接下来咱们在这儿定义一个数组 用来接受我们从流里边拿出的数据啊 这个数组 就叫buffer吧 咱们定一个字节数组 叫buffer 这叫buffer 就1024吧 一个k 一个k的一个大小 然后呢定义好之后呢 在这儿呢再定义一个变量 啊 好了 在这儿呢 来我们去定义 输出我们的内容 time 表示我们那个读到的数据 对吧 is.read 把读到的数据呢 放到我们这个buffer里边 看到了没有 不等于-1 对吧 等于-1表示已经读到末尾了 对不对 然后呢 bfos.write 对不对 write呢 我们把这个内容呢 把这个buffer里的内容 对吧 读到末尾 写出去 在最后呢 经过这个循环之后呢 我们这个数据呢 都放到我们这个 字节输入流里边了 再把这个流里的内容呢 直接转成一个数字 to race to battery 看到了没有 抛了一场以后呢 来叫printstack return now finet 把这个is关掉 is不等于-1 空 暗示点什么 close 好 字节中可以不关了 对吧 因为他没有打开 字节中呢 是没有打开底层 底层的一个系统 不过你就 统一起来吧 所有的流里都干嘛 对吧 都关了算了 好 这样呢 我们就经过这样的一个 写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类加载进来 对不对 变成个字节数组 然后呢在这呢接收 完了之后呢进行加载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个 基本的类加载器的一个写法 看懂了没有 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 那么好我们现在在这呢来测试一下啊 首先 file system class loader 这叫loader吧 new file system class loader 我这指定一个目录 目录呢 就叫我们的地盘 myjower 打开我们的地盘 myjower 叫myjower 叫myjower 好大家看 好有一个类 很简单的一个类 打开 大家看到没有啊 里边呢就是一个 打了一个包package 对吧 看我们bqsd.高级 然后hello world 打印一下 很简单很简单的类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以这个目录为基准 对吧 加在这个目录下面的什么 相关的什么 类啊 当然了这个目前这里边这个类 还没有编译 咱们编译一下啊 好 然后呢进入地盘 cdmyjower 然后呢jowerc 这需要指定一个目录 就当线目录 然后呢hello 因为我们这是带包的啊 就我们hello world 这个代码呢是有包 所以你在这呢需要 需要指定一下 就这 好吧 完了之后呢 要运行的话 那很简单了 看我们的bqsd.高级 hello world 好运行成功 代码包名 接下来呢我们干嘛呢 大家看现在编译成功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要干嘛呢 加载这个class 啊 进行的加载 然后呢通过这个loader 进行加载 loader.load class 好大家看返回我们这个这样的一个类 然后这个算了加上一个繁星吧 异常 异常 抛出去啊不管他 来看能不能加载成功 我发现报了个错 大家看到没有 他说什么 说class not find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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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往下翻一翻 遇到错以后我们上下翻一下啊 首先是在我们这儿出的错 filesystem.find class 这儿 大家看一下 在这儿呢我们是不是加了一个双亲委托机制啊 对不对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自己的一个类呢 我们是也是采用了这个双亲委派机制 就是说先让我的父亲去加载 对不对 然后呢 结果呢 父亲是我们的app 就是application class loader 他加载的时候呢 加不到就是我们系统默认的那个class loader 系统默认的class loader 加不到的话就报了个异常 那在这儿呢 如果我们要 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呢 前面我们也聊过 并不是所有的类加载器 都一定要采用无语派式的这种双亲委派式 我们也可以自己解决对吧 我们直接干嘛 直接就是如果有的话 已经加载 则获得已加载的 否则呢自己加载 都跟负类都没有关系都可以 就这儿呢 我们可以完全可以通过程序来控制 听懂了没有 或者是我们自己加载不到 再给负类 就我们自己加了半天对吧 都加不到 再丢给我们负类 所以这个委派机制呢 是根据情况啊 并不是总是这样 当然在这儿呢 既然我们要这么写的话 咱们在这儿加一个 加个tri-catch 这个异常想看看 不想看算了 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在这儿报了异常 则继续往下走嘛 再加载我们自己的 听懂了没有 别到这就停止了啊 看一下 跑大家看 异常虽然爆了 这是我们的 系统默论加载器加载的 没加载到 暴露异常 不过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自己的自己加载器是不是加载到了 或者我们可以把这个print的吧 注释的 好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儿呢 我们就加载到了我们什么这个类 甚至我还可以把这个对象的hashcode打一下 然后我都可以加载多次 大家看我又加载一次 c1和c2 把他们俩都打一下吧 c和c2 这两个对象 大家看是不是同一个对象啊 也就是说 我第一次加载完了 内面相同 加载器也是一个加载器 那么获得的是什么 c跟c2应该是同一个 看到了没有 如果大家注意哦 如果我在这儿呢 又搞了个加载器 load2 然后呢 c3 是用load2来加载的 大家看这个c3 是不是跟他们同一个 同一个类 跑起来 大家看到没有 前两个c和c2 因为他们俩呢 既是同一个 类 也是同一个同一个类加载器 所以呢 他们俩是同一个对象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c3不一样 所以这儿呢 就要 给大家强调一点 就GUM呢 怎么样认为是一个相同的类 只有是同一个类加载器 并且加载了同一个类 这个时候呢 是认为是同一个类 如果你是同一个类 但是呢 加载器不一样 那么加载到我们的内存里面呢 也是什么 是两个类 看到了没有 像我们看法也可以看到c2跟c3 就是两个类 两个类对象 同一个类 被什么 不同的加载器 加载 GUM认为 也是不相同的什么 类 好了 这是我们测试的这个 由于我们刚刚呢 咱们这个呢 采用了双清reprish的机制 所以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再加载一个类 加载一个这样的类 什么类呢 比如说我加载一个 java.land.stream 大家可以看到 像这样的类 显然能不能加载 必须能啊 肯定的 看一看 跑 成功了 这个显然会被我们的引导类 加载器加载 听懂了没有 我们也可以打印一下 比如我打印一下 c4的什么 get class get class load 我也可以打印什么 c3 对吧 我们这个c3这个呢 是被谁加载的 我们看一看 跑起来 嗯 两个都是空 我看一下啊 我知道了 大家看一下写错了啊 c4和c3呢 它本身也是class对象了 没必要再改的class 我们再看看啊 再来 大家看 c4 获得的是一个空 也就是说它用的是引导类加载器 对吧 对不对 那么这个下面大家可以看到是什么 是file system 看到没有 是我们现在自定义的离加载器 听懂了没有 然后大家看我再加载一个类 c5 加载什么类呢 加载我们这个项目下面的 比如单目1 这个c5的加载器是谁啊 看一下 好 起来 同学们看到没有 c5 是不是我们的app class load 就是我们的什么 系统加载器 对吧 默认的什么 类加载器啊 好了 关于我们自定义的内加载器呢 咱们就写到这 通过它呢 我们也测试了这样一些 关于内加载器里面的一些知识 对吧 尤其是这一条 同一个类 被不同的加载器加载 JUM也认为是不同的类 这个我们刚刚已经做了实验了啊 希望大家记住 听懂了没有 就像什么意思呢 就像我们在 一个tomcat下面 服务器下面呢 我建立了不同的项目 这个项目呢 有一个类叫 DEM01 TEST的DEM01 另一个项目也有 但是呢 因为我们是不同的 每一个项目都有自己的加载器 所以呢 他们会认为是不同的类 听懂了没有 咱们还有一点是顺便变个型吧 刚刚说这个 刚刚是我们建立了一个文件系统加载器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把它稍微变一下 变出一个什么来了 网络加载器 给大家看一看 啊 然后来 在这呢 来我们拷贝一下 哎呦 大家看我这啊 叫Net 啊 这个呢 我给大家写完就行了啊 不做测试 嗯 网络里加载器啊 怎么写呢 其实特别特别简单 网络里边呢 当然我们就不能用用这样的目录了 对不对 我们需要指定什么 指定这个应该指定的是这样的路径 URL比如说 对吧 指定指定的是这样的目录URL 听懂了没有 然后所以在这呢 咱们就不叫DR了 叫什么叫URL URL 那么 这都叫URL吧 抄 好 find class 要find class了啊 呃 要不要采用双清委托机制 要的话写一下 不要就算了啊 继续走 然后这是把 呃 你指定的这个名字呢 转给自己的数组 我们需要在这做调整 Root RootURL 然后呢 大家注意这这个不是URL吗 那我们只需要干嘛呢 根据这个URL呢 获得一个input stream 我们看一看啊 URL不是有这样的类码 对不对 new什么URL 然后呢pass 我们获得这样的URL这样的对象 然后呢 以前是 打开一个文件 呃 输入流对象 现在我需要写什么 URL叫open stream 就完了 根据这个URL 打开一个输入流 输入流 别的地儿都一样 没有区别 看到了没有 没有什么区别啊 呃 经过这样的一个处理之后呢 ok了 就实现了一个网络的类加载器 那么大家要用的话 用的时候呢 你给他传递一个网络地址 通过这个地址呢 获得一个输入流 然后呢 把这个地址对应的这个字节码数据呢 获取到 转换到字节数据 进行加载 啊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网络的类加载器 好了 关于自定性加载器呢 咱们写了两个啊 先告一段落 先告一段落 先告一段落